据悉,因和刘浩然恋情的曝光,周冬雨,可谓是骂声一片,可能是小奶狗,和风平不好,还年长几岁的人设,不被大家所接受。 所以,大部分的网友,对两人的恋情并不看好,而刘浩然的粉丝,更是强烈反对。 在面对舆论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,两人也是到现在,都没有正式地回应此事,那是不是代表着,双方都默认了这段恋情了呢? 从爆料人口中,得知周冬雨和刘浩然,曾多次前往彼此家中,甚至还有对方小区的门禁卡。 可以看出,两人交往,应该有很长一段时间了。 据了解,两人目前的感情十分稳定,甚至,都已经到了见家长的程度,尽管在舆论的满天飞的情况下,两人都没有出来澄清,或证实此事,这一波操作,更是整蒙了一群吃瓜群众。 众所周知,周冬雨自出道以来,竟公开承认过一个男朋友,那就是他的大学同学,田明新,在被拍到三亚别墅约会时,周冬雨,就直接官宣,公开承认了这段恋情,这个行为,在当时,获得了一致的好评,但是好景不长,近一年多的时间,两人就分道扬镳了。 如今,三十岁的周冬雨,近期出席了某时尚活动,从现场图片中,可以看出,他一席性感套装黑裙,抹胸挂脖的设计,看起来十分眨眼,头发发了起来,衬托的。 他非常骨感瘦小,烈焰红唇气场十足,但是,总有种小孩扮上大人装的感觉,不过,从他的状态中看出,一点也不像已经三十岁的年纪。 其实,周冬雨的长相,是属于那种清纯,白白净净的,所以,与刘昊然相差五岁时,也是没有什么违和感。 尽管大家都不看好这段恋情,但是两人沉默的态度,已经说明了一切。 而刘昊然,从爆出恋情开始到如今,还是一如既往的,低调秀恩爱,手机和水杯的贴纸,还有露面时的情侣装,都说明两人发展得很好。 此前,刘昊然在参加某综艺时,就说过,自己想要早一点结婚成家,还表示,早日结婚,也是父母最大的期盼,如果再早一点,生个孩子,陪着爸妈,那是更好。 当时,刘昊然,还以董子健,为榜样。 毕竟,董子健,在娱乐圈,一直都是早婚早语的典型代表。 那两人,是什么时候在一起了呢? 那时,两人合作完第一部戏后,周冬雨,为了能二搭,特意让自己的编剧朋友帮助,为两人量身打造了电影《燃东》,可能在那时,都有了苗头。 虽然两人都没有对此事有回应,但是,从各方爆料中,可以看出,两人恋情,快要修成正果了。 至于是否见过家长,已经领了结婚证,这个是可以猜想的,在我们身边,如果谈了一段稳定时间较长的,都是会带回家,让家人离间见的对吧。 如果说,两人要真的走到了结婚这一步的话,相信会在娱乐圈掀起轰动,毕竟在娱乐圈,谈4.5年没有结婚的,那大有人在,真爱难寻啊。 祝福吧,两人能够长久的走下去。 至于,我们能不能让我们 Escola尼,就是把它们相当的进步,但是,我们能够长久的一个称呼和ente坏。 到处里,我能够长久的称呼和内部,从中够皇这边,我们能够长久的称呼和线了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